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我们《芒香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频道 首先这里有纽西兰的伊德台仰 大家好 还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除了来到大台《芒香编辑部》 还可以到二台正香煲 和三台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大家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其实现在多伦多的治安是每放月下 我在做这节之前 其实等于美国总统大选 我是做了很多题 原本想说治安问题 治安近日发生了什么事 我发觉我这头想说 那头已经又有一宗新的出来 又有一宗新的出来 越来越大事 但是今天这宗真是不说不得 是什么一回事 在过去的11月11日 中国的光棍节 我们叫《Rememberance Day》 军人纪念日 竟然发生了几宗 都几得人害怕的事件 我们这个治安的事件 我们真的要讲 第一宗是什么呢 枪击事件无日无之 在11月11日 在Downtown 一个地方 叫做 Kingston Road and Saverry Road 中间 话说就有两个警察 便衣警察 就准备坐在这儿 在那儿监视任务 突然之间 听到嘻嘻 有辆车 冲进去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要监视的目标 冲到他们监视的位置 突然间有三个人走下来 对着一间錄音室 一拔起自己的东西 在那儿开火 对着里面 这么大势 是啊 然后里面的人就冲出来 在夜晚11点半发生的事 那时候晚上 夜兰人静 你这样扑 下面的那间屋里面 那些人也都立即撲出来 拿着在那儿 在那儿护射 那就大件事了 那两个便衣警察在那儿等一会儿 原来刚好就在他们的射程范围中间 啊 Shit 那怎样 就立即撲下来 双方 他们在双方中间在那儿拨火 就坐在那儿 几乎变成风斗 一听到当然是叫救命了 喂 call人来 call人来 我们被人疯了 哇 整堆警察就冲进去 好可怕 恐怖 好恐怖 好就好在 虽然两个便衣警察 就在两班人中间被人在那儿护射 他们的车就几乎变得密封斗 但是好在警察就没有受伤 就这么说 多伦多的警察副总副局长 就走来说 他们认为这间录音室里面有几个人 见到警察来当然是着躁走 就走 是啊 有几个人被他捉到的 然后就在垃圾桶里找回 就是他们逃生路线 捉他们逃生路线的垃圾桶 就把那些武器拿出来 当然包括枪 手枪 不止一枝 有两把突击步枪 就是那些M16 那些做什么 搞革命吗 真的不知道 然后警察就去搜目标的录音室 以及搜图 走不及那些人渣 可以这么说 那些大冊 一手 不止一枝枪 根本是军火库 真是大麻烦 其实这一单是其中一单 之前几个星期是不停有的 比如说 我昨天想说一单 在我们这里 有一个叫 曼锦 有一个叫 朗豪方 朗豪方对面 就有一间 Mercedes Benz 平治厂 平治的销售 就是车行 平治车行 夜晚突然间 白白声什么事 有一个人开车 停在他门口 不停在那里掃 什么事 GTA又玩 不知道为什么 在掃平治车行 有片子 掃完之后呢 走 掃完之后就走 但是为什么掃 暂时不知道 是很多人害怕 现在警方的警察局长 多伦多警察局长 德姆基夫就说 这件事说明了 多伦多警察局 经常要求法律改革 在公共场所的枪击案 必须被认定为 他们造成的伤害 不是直接伤害 那么简单 还有旁观的 还有很多大众心理上的伤害 我们都是要顾及的 我们再次呼吁 在公共场合枪击案的法律改革 就是要他严谓一点 因为之前你拉过很多人 都放出来 我这头拉了你 你那头保释放出来 那帮人现在不怕 于是警方就说 我们请求是公共场合 少事者 在公开场合 用枪的人 是必须要受到严调的 现在司法改革 是必须的 要快的 以应对一些 不停重复犯错的罪犯 重犯罪犯 不可以说我们 这头拉放回他 这头拉放回他 即使他是重犯者 都是这样说 以恢复我们社会的安全 这样说 因为你公共场合 用这些 就是做这些事情 可能他现在比较轻判 所以他们现在要求重判 我们之前说过 你不可以说冰山一角的 这些是一百飞 晚上在丹滩乱吠 怎么可以的 是不是 好就好在 未有人伤亡 这个是第一单 第二单 就是我刚才说 在那个 就是夜妈妈 已经是很小了 我没有准备说 不过突然间 说起说开 另外呢 又有一单 就是早上 日光日白 不过是两个礼拜前 就是一个 华人聚居的地方 听到白白声 发生什么事 又有人 不知为什么 对着一间屋房 不知为什么 这些是报仇 这些是不是 恐吓 报仇 也发生了这些事情 就是好像 现在这些 搞得好像美国一样 怎么可以的 真是 好恐怖 好恐怖 就是 问题 问题不是在于 我们住这区很少 这个问题 而是 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发生的问题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问题 是的 在我们这个西边 有个叫 东边 对不起 东边杜林区 就是 就突然间 在星期二 十二号夜晚 有人报警 就说在 Pickering Town Center 就突然间 商场有个 TD Bank 那里 零声大撞 警方一听到 有声响 就叫 出当 一见到 呆了 什么事呢 原来有人用 这个推肚机 撞了进购物中心 入口 晚上凌晨 三点四十五分 撞完之后 什么呢 撞了 刚刚好 那些叫提款机 通常是对着大街的 是的 他找了推肚机 来车 一下子撞到门口 然后整个ATM机 就拔走了 整个ATM 搬回家 慢慢拆 慢慢拆 是的 把他搬上去 一个Dodge 白色的 Dodge Ram 的truck 然后迅速逃离 就是当你CCTV死了 绝对是 傻的 好疯 好疯 就是 用不用那么疯 大佬 你以为拍戏 刚才一百飞在户逢 已经很紧要了 很拿命啊 那怎么办 就是你纽西兰 都没发生过这些事情 没有 加拿大人多些 而且有这么多窗户 我新西兰就没有这个问题 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 就是我听到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基本上这些新闻 是每天都有一宗窗戟 我这一头想说 说完又有一宗 又有一宗 你没事啊 多伦多有病 原本不是这样的 就是今年 尤其是今年 是每天都有一宗 直接是好像习惯了 就是那些人是看到 又有了 行了 那一百飞 哦 是什么 其实几年前都有一宗 是一刻帮大家互奉 是很紧要的 已经做到 而这一宗呢 然后还有一宗 第三宗 额外的 是什么呢 我们这部警察做事呢 就是我不想骂的 但是都真的要骂 是什么 越来越 越来越 慢 根本上呢 在9月20日以来 就是三个月前 第一次已经听到 在我们 马克勤区 有一条大街马克勤罗 还有一个叫major mag 中间 经常都发生一件事 就是当你驾驾一下车 向前走 突然间对面有个车泥 对面的车通常是黄昏夜晚做的 那个人在里面 扔了一块石头 打到你的玻璃那里 那个石头都很大 就撞烂你的玻璃 大家在网上看到 这块石头其实都很大 影响的是什么呢 很多驾驶者 当你专心驾车的时候 有一块玻璃撞来 你很容易失控 最新近有一 是的 其实这宗是第20宗发生的了 并且发生了最大的那宗 就是有个人这样炸 被他一下子撞到头上 立即均匀了 然后失控撞到其他车那里 结果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他已经列出了 那段路是发生了这些事情 那为什么不可以安装多两个CCTV呢 为什么不可以安装多两个CCTV 去看看是什么车呢 为什么安装不了 看不到的呢 我那条都是大街 其实我之后上网找过 那条街是有镜头的 其实现在基本上 每一个灯口 他都静静地放一个镜头在那里 去看一下 但是他只要按一个按钮 他就可以激活那个镜头去看一下 你的人有没有超速的 冲红灯那些东西 那我不相信那里没有 他有一段路子就难一点的 因为那段路子两边都是田 但是你怎么都有一些蛛丝马迹 可以找到那个狂徒 就是做这些东西的人 他现在不是为了什么 我纯粹爽的 你对头车扔一块石仔过来 扔一块石仔 不是石仔 大石砍爆你的车玻璃 是会死人的 就是一些瘋人 可能是无差别的攻击 但是现在警察就这样说 我们9月20日以来 已经收到很多单 我们需要公众协助 不要说不帮你 那你要做事做到才行的 我想因为是太危险了 负责这单的就是说 他们认为有一辆SUV就参与其中的 就是那些四驱车 这些无辜的受害者 他们是很正常的 就是很普通人在那里 在那里驾一辆车 竟然受到这些祸事 到我们这个社区发生这些危险的事 是令人震惊的 我们决心要阻止这些行为 我们一定会捉到这些人渣 这样说 我希望真的可以 他发了一张地图 大家可以看到 那条路其实 可能是因为是田 中间两边都是田的 区域又难做 不过你难做都可以做 你把这些镜头放在那里 要有多难 他是精心布局过的 那一人就选择那些 郊区路去做这些 我不知道 这些狂徒的心是在想什么 大家看到那块石头 那个挡风玻璃烂了 你知道是多么麻烦 而且那里附近有一个新市镇 是越来越繁忙的新市镇 所以其实会有很多人伤亡 继续这样搞下去 我相信警方的 那一定捉到个狂徒 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种狂徒是很麻烦的 一个也是这样 两个也是这样 我以前看过一条短视频 就是类似这样的狂徒 不过发生在美国 那他瘋到他怎样呢 你知道美国有很多地方 都有这个路缩者的问题 很多人都很不喜欢这些路缩者 那有个狂徒出来做什么 他拿着一块石屎 在那些正在睡觉的路缩者 大力地扔到个人的头上 扔完一个 然后搬回那块石屎去扔第二个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人是痴肝的 是有这样的人存在的 是真的完全是不能理解 不明白 是不明白 所以要更加快捉到他 可能是跟现在这个社会 世代有关 就是那些人圈奕 侵上来会出事 说经济不好 有些人要发泄 发泄了一次 开头很害怕 晚上睡醒 都挺过瘾 再做多一次 再做多一次 那现在搞这些事情 就是希望尽早 捉杀狂徒 令到治安社会好 人心浮动也太重要了 好了 我们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